113年中华民国国庆晚会在台北 今年适逢台北市建成140周年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和丰富的底蕴 上一次国庆晚会在台北举办 是八年前在台北小巨蛋 今天晚上让首都台北成为大家的骄傲 展现中华民国向心力凝聚力 让世界看到团结的台湾 今天为要借这个场合 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位勇士 中华民国陆军航特部 夏氏秦良峰先生 2018年秦良峰在执行 反空降跳伞操演的时候 不幸从高空坠落 这六年来 历经辛苦的治疗 复健 到今天能够自主呼吸 进食行走 不论遇到再艰难的挑战 只要不放弃 生命都能创造奇迹 也象征着中华民国 113年来 屹立不扬 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